创世纪15章17节至18节 请听我读 日落天黑 不料有冒烟的炉 并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但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愿神赐福 繁听并遵循他话语的人 接下来请二年传道友们分享信息 谢谢主席Esther 带领我们的祷告 还有带领我们聚会 一起的仰望我们的祖 我们非常的高兴看到 有一些大学的学生 来带我们当中 因为他们现在最近又开学了 他们又回到我们当中来那样子 今天我们要看的一个题目 是很重要的一个题目 叫做无条件的盟约 在这个开始之前 我要请一个 下礼拜要洗礼的姐妹 玉花姐 你有在吗 玉花姐 来来来 我们听她讲几句话 来来来来 鼓掌 欢迎她 OK 跟阿嬷一起上来 好 你要自己讲到完 还是我问你 他有做了很好的准备 他就是要想讲 他为什么接受耶稣 以及他为什么要接受洗礼 那样我们再给来一个鼓励的掌声 好 谢谢大家 他什么时候开始接受耶稣 我是两年前 开始相信耶稣 信耶稣让我很幸福 变得我很开朗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会依靠这个方向 可以向上帝祷告 心里有什么感觉 心里感觉很踏实 以前有事总是放在心里面 心里面信耶稣之后 我可以全部把心事告诉上帝 也会告诉我的孩子 我在22岁就手挂 每天忙着赚钱养大孩子 没有时间教养孩子 现在回想起来 我三个孩子都很乖 都很听话 让我不用当心 这就是上帝 带我领导 带我 与幸福 他会让我 无 无当心的 去赚钱 养大我三个孩子 我现在是很高兴 我的孩子全部都长大了 他现在全部都很孝顺 我觉得我很安慰 也谢谢主 能走到我们的心里面 有什么 你要接受洗礼 你的心情怎么样 我的心情就 又开心又紧张 好 那我看一下 没有了 再来这个 在第一次 家庭聚会 家庭与 对此 大家聚在一起 有说有笑 分享 互相分享 让我认识了很多朋友 这是让我相信耶稣的 另一个转弯点 因为我 只念到小学 六年级 一直没有什么朋友 让我 觉得 让我觉得 感觉 很温暖 很 很有爱 让我决定 相信耶稣 感谢主 非常谢谢 玉花姐 我们也非常开心 为着Edmond 跟阿基亚 玉花姐是 出乡的母亲 能够在 这个人生的 这个阶段 决定相信耶稣 并且是 这个 来接受洗礼 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 对吗 对 我们为着下礼拜 我们有着23个人 有些洗礼的 有些转会的 有些是幼喜的 有些是艰辛礼的 我们一起来见证 上帝在美教书邦堂 所做的 起码的工作 阿们 阿们 所以下礼拜一定要来 所以我要请 那些有洗礼 或者是 转会等等的 你也可以邀请 你们的家人来 那试试看邀请 邀请他们来一起 见证这个美好的 一个时刻 那样 好 所以 我们看到 今天我们要谈 这个无条件的盟约 国家其实有很多的 这个 promise 这个竞选宣言 要去 要去完成 对吗 对不对 所以 这是我的promise 这是我立的约定 我们就怎么样 一定要完成 那请问 你们都有跟人家 立过约定的经验吗 有吧 尤其跟小孩子 对不对 你们是怎么立约的 promise promise 然后勾勾什么 手指 怎么勾 勾勾手指 对吗 然后呢 有一次我跟个孩子说 OK 我promise 你这样这样这样 我就怎么样 勾手指 等一下 还要盖印 怎么盖印 你勾了 然后要drop的 没有drop不算 你要勾了 还要drop一下 这样子 OK 所以其实呢 手信用 立下一些约定 是在我们的生活中 常常有的 一种的经历来的 那样 那有没有想过 人如何与上帝立约呢 你立约总要有一个 你要勾手指 总要一个手指 给你勾一勾 对不对 可是人如何跟上帝来立约呢 你没有想过一只蚂蚁 怎么样跟你立约吗 蛮难的 对不对 他们连你在哪里也不听楚 或者是怎么方式都不知道 上帝跟我们是超过太多太多了 那样 所以其实人没有办法 来跟上帝讲 上帝老爷 我跟你讲 你最好 怎么样 他差我们太远了 除非上帝主动地来 主动地伸出他的手 主动做一些 我们什么都没有办法做的事 他来跟我们立约 而通常这样子的约定呢 我们叫做无条件的一个约定 为什么我们一点条件都付不起 是上帝完全地负责这个责任 上帝完全地愿意来满足 他所对我们的这个约定 那样 所以上一次我们看到了亚伯拉罕 他如何地怎么样呢 他离开了埃及 然后回到了迦南地 并且他带了很多的财物 他跟他的职儿罗德分开两边 后来他的职儿罗德怎么样呢 遇到了强盗 把他们掳走了 亚伯拉罕 哇 拼了老命 救他们回来 对吗 救回来以后呢 遇到了麦基喜德 你听我讲这么多 如果你猛茶茶的话 那我鼓励你呢 去听一听我们的YouTube OK 这个都有他的一个故事 又一个故事 告诉我们原来 整个旧恩呢 是有一个脉络可循的 原来上帝的计划呢 是一步一步 你可以去从旧位里面去认识的 所以亚伯拉罕 他回来以后 他献上了他的十分之一 我们就从亚伯拉罕的奉献的里面呢 学习到什么叫做奉献 什么叫做敬畏神 我不是跟上帝讨价还价 我们将我们的十分之一 奉献给神的时候 我们是尊荣这一位 创造我们的神 并且呢 我们是感谢 祂是我们救恩的主 拯救我们的神 然后呢 这十一的奉献 本来就是 对于一个信徒来说 就是我们的责任来的 然后在创世纪第十五章 就今天我们要讲的 这个经文里面呢 开头就说到了 这世以后呢 怎么样呢 耶和华在向亚伯拉罕来显现 OK 那我们一起来读 这世以后 耶和华的话在异乡中临到亚伯兰 说 亚伯兰啊 不要惧怕 我是你的盾牌 你必得丰盛的赏赐 亚伯兰说 主耶和华 我还没有儿子 你能吃我什么呢 承受我加益的 是大马四个人 以利以泄 哦 原来 这个亚伯拉罕呢 到了他七十五岁的时候 还是没有什么 没有儿子 耶和华 没有 那上帝啊 你赐福我 这么多的这个产业 我又要给谁呢 那继承我加益的是这个人吧 可能这个人是他的管家 可能是他的一个 一个steward 他的管家 所以 那那那 没有儿子就给我的管家吧 那上帝接下来做什么呢 哦 他带亚伯兰去看星星 你城市里面容易看到星星吗 很少对不对 看到月亮就不错了 还看星星 可是呢 在当时候呢 尤其亚伯兰 他在旷野的地方的时候呢 哦 他看到的是满天的星斗 那样 所以呢 上帝 我们再继续读这个 亚伯兰又说 看啊 你没有给我后事 你看 那生在我家中的人 要继承我 看啊 耶和华的话又临到他 说 这人不会继承你 你本身所生的 才会继承你 然后上帝就带他去看星星 于是耶和华带他到外面 说 你向天观看 去数星星 你能数得清吗 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那样 换句话说 上帝应许 亚伯兰的后裔呢 像天上的星星这么的多 怎么样 数不清 数不完 这么的多 好了 那我问你了 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 一个儿子都没有 然后呢 这个是个上帝说 你的后裔 要像天上的星星这么多 数不完 请问你会相信吗 有些人摇到头都快掉下来了 怎么可能 不可能 还是怎么样 那这时候亚伯兰怎么反应呢 亚伯兰的反应是什么呢 圣经说 亚伯兰信 耶和华 耶和华就以此算为他的义 这一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一节的经文 这一节的经文贯穿了整个从旧约到新约 OK 那神算他为义 不是因为他这个人特别的好 也不是一个人怎么样 他的行为很完全 那是因为亚伯兰怎么样呢 信 神 神就称他为义 OK 而上帝也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信心呢 他要建立什么呢 他要建立一个属于他的一个国度 就在这么多满天星斗的下面呢 亚伯兰信神 神就以他为义 并且接下来呢 怎么样 他借着亚伯兰建立的是上帝一个属灵的国度 不只亚伯兰会有很多的子孙 亚伯兰还代表了现在的你跟我 什么 我跟亚伯兰有关系吗 有啊 是有关系的 任何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跟亚伯兰是有关系的 所以因为亚伯兰怎么样 信神 神称他为义 所以圣经说亚伯兰是什么呢 是信心之父 他是所有有信心的人的爸爸 OK 他是第一个开始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的人 所以我们需要从不只是亚伯兰生的几个孩子去看 更重要的是亚伯兰的属灵的后代去看 上帝如何借着亚伯拉罕呢 把他的救恩 把他的福气继续的临到更多的人 来建造他的属灵的国度 来建造他的国度那样 所以如果有人问说 怎么你基督教整天讲以色列的呢 以色列有什么好啊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OK 哇 圣经里就有很多的以色列你知道吗 对不对 一直提到以色列人啊 神去拯救以色列人啊 或者神惩罚以色列人啊 然后呢 等等的 到底基督教跟以色列有什么关系啊 OK 那第一 整个的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呢 也就是以色列人 OK 上帝拣捉了这个民族来施行他的救恩 那以色列人是谁的后代呢 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但是呢 在上帝很早很早 在他的自己的肉身的儿子还没有出生以前呢 神就已经应许 他的后代像天上的信这么多的时候呢 那是超过了亚伯拉罕的后代 肉身的后代所能够代表的 因为亚伯拉罕是觉得信神 使他被称为义 那接下来呢 所有相信耶稣的人 所有相信这位耶和华的人呢 都成了亚伯拉罕的属灵的后裔 圣经是这么讲的 我们来看一下加拉太书 正如亚伯拉罕信了神 这就算他为义 所以你们知道 有信心的人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很重要哦 不只是一个血缘的关系 甚至不是因为血缘的关系 那是因为什么样呢 信心的关系 有信心的人才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请问 那现在的以色列人 请问他们要怎么样得救呢 他们也需要有信心才能得救 他们不是因为出生时 我的血统可以追溯到 阿伯拉罕 我的祖宗 所以我是特别的一群 上帝一定怎么样 怎么样怎么样 OK没有 有信心的人才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所以所有的人 不管你是华人 印度人 什么样的人 以色列人 你都是因着怎么样呢 信心得救的 You are safe You are justified by faith 这个信心是信靠这位上帝 也是接下来呢 上帝觉得耶稣基督 所显示出来的救恩 才能得救的 然后加拉太书又继续说了 圣经既然预先看见神要使 外邦人应信称义 预先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 万国都被因你得福 可见 那有信心的人 和有信心的亚伯拉罕 一同得福 所以上帝如何建造 祂的属灵的国度呢 上帝如何使到地上的万族得福呢 透过亚伯拉罕 而很重要 透过亚伯拉罕的信心 所以接下来 所有有信心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 对亚伯拉罕的后裔 耶稣基督有信心的人呢 都可以成为神国度里面的子民 那样 好 那接下来神继续说 耶和华又对他说 我是耶和华 曾领你出迦勒底的吾尔 我要把你带到这地 赐你为业 亚伯拉罕说 诸耶和华 我只能知道 我必得这地为业呢 子孙跟土地 是上帝赐福的一个package来的 是在一起的 当然这可能在亚伯拉罕看起来 好像更加困难一点 生了孩子已经很不容易了 我相信了 得地为业啊 你不知道这里人很凶吗 你不知道这里人很强壮吗 我怎么得这个地为业呢 因为到目前为止呢 亚伯拉罕都还在寄居 OK Stay tentatively 他寄居在那一地 那样 所以亚伯拉罕问了 那我怎么知道 你会成就这事呢 这时候呢 耶和华神就向亚伯拉罕来 立约 神要他怎么做呢 耶和华对他说 你为我取一头三岁的母牛犊 一只三岁的母三羊 一只三岁的公棉羊 一只班鸠 一只橱鸽 OK 亚伯拉罕就把这些都取来 每一样从中间披成两半 所以这个牛是怎么样 披成两半 分开 羊怎么样呢 分开 然后呢 就一半对着另一半排列 OK 只有什么呢 鸟没有劈开 为什么鸟太小了 劈开就看不到了 OK 所以鸟是两边的 所以你看到呢 那个场景是怎么样的场景呢 就像这样子的一个场景 OK 那这个牛跟羊 是劈开两半 摆在旁边 OK 两半 两半 然后呢 一只鸟 一只鸟 一只班鸟 一只鸟鸟 这是什么意思 这个呢 是很清楚的 是当时候的古人 立一些很重的 誓约的时候的一个仪式 那样 立约的双方呢 为了要立这个很重的这个约定呢 他就怎么样呢 把一只动物剖开两半 OK 然后呢 立约的两个人就要 手牵手 不用手牵手了 OK 就要怎么样 经过这两个 剖开的 这个尸体的中间 表示什么呢 表示 如果 我不守约定 我就会像什么 像这两个 两个样了 OK 像这个动物 被啪 分成两半 中文叫什么呢 不得 不得好死 OK 天打雷劈 还是怎么样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立约的一个仪式了 那样 换句话说 上帝在跟亚伯拉罕 立一个很重的仪式 并且他以这个盟约 我们叫covenant 以这个盟约呢 保证 他必定要成就这事 那我们知道 上帝可不可能被剖开啊 不不 不会了 不懂去剖哪里 OK 上帝会不会死啊 也不会啊 OK 但是呢 上帝用这样子一个 很重 很重大的一个约定呢 来跟亚伯拉罕保证 我一定要成就这事 成就包括什么呢 你的子孙多的事 你得着土地的事 还有更加重要的事 他要成就全世界的救恩这件事情 是神定义要去做的 因为他爱这地上的万族 他要立下这个救恩的方式 借着他的儿子 以便人可以进入到他的国里面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约 但也许我们想想个问题 上帝就成就他的应许就好了嘛 为什么这么麻烦 还要立这样子的一个约定 还死了几头龙 一只牛 两只羊 两只鸟 怎么那么麻烦 为什么 有时候呢 在圣经里面看到 上帝很麻烦地立一些的约定 你知道吗 他是神 其实他说就可以了 我答应你了 Keep my word Take my word 不是 Take my word 我说的就是这样 可是他立了一个约定 而且是一个很大 很重要 非常慎重的一个约定 为什么上帝要这么麻烦 上帝要亚伯拉罕 记得这个盟约 因为还要很久 应许才成就 因为就在十五章里面 上帝就说了什么呢 你的后裔没有错 要得这地位耶 但是我告诉你 他们要等多久啊 四天 四百年 四个月 不是啊 四百年啊 老兄 四百年这么久啊 哇 因为很难记得 不容易 OK 没有错 上帝说四百年以后 你的后裔要得这地位耶 然后请问 上帝应许亚伯拉罕 有他的儿子对吗 OK 请问他多久了以后 才生出他的第一个 真正属于他的儿子 以撒呢 二十五年以后 就在他一百岁的时候 哇 二十五年了 足够让一个人 从出生到做爸爸了 你看到 二十五岁了 对不对 还等很久啊 所以上帝 其实立下这样子的 一个盟约 他要亚伯拉罕记得 这条路 不容易走的 这条路 你要继续有耐心地 去走下去 你要有坚定的毅力 因为 for some reason 因为为了一些原因呢 不能够现在就给你成就 上帝有他的时间 那现在你要做什么呢 你要等候 你要忍耐 你要坚持走下去 因为我必定要完成这事 我立下了这么重大的约定 告诉你 我要完成这事 所以亚伯拉罕对于这个经历来说呢 我想是一个很大的经历 对吗 破开 血流出来 哇 这个很不容易忘记的一个经历 每一次想起这个经历 想起这个约定 他要继续地走这个信心的旅程 神设下了这个 盟约 要亚伯拉罕记得 因为很久 应许才会成就 那样 那我们看 这个约 其实不止 是给亚伯拉罕这个人而已 这个约所代表的意义呢 是接下来 上帝 要在整个历史当中 所做的事情 包括了什么呢 包括了后来 耶稣基督的出生 所以从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 神的救恩 不是从新约才开始 我们回答一些历史考证的时候 请问基督教的发起人 耶稣 什么时候开始创立基督教 公元大概2000年前 其实不止 上帝对于人类的救恩 是超过太久太久了 在耶稣出生以前 他就已经预备 他定义要完成这事 而且他是立约地说 我一定会完成 我一定会成就这件事情 所以在第三点 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日落天黑的时候 看啊 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 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在那日 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请问 谁在这个肉块当中经过呢 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 什么东西来的 这是代表了神的同在 OK 那为什么呢 因为十八节就说了 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嘛 对不对 你看到吗 所以这个烧着的炉和火把 所代表的是神的同在 他经过这个肉块中间 请问亚伯拉罕有没有经过 神有没有要求亚伯拉罕 我走过了 到你了老兄 我立下这个纵约 你不好好遵守 你就完蛋了 像这个牛这样子 OK 走一下 没有 亚伯拉罕没有走过 上帝没有要求亚伯拉罕 走过这样子的一个约定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无条件的蒙约 我就是要给你 我就是要赐福给你 我就是要你的后裔 像天上的心这么多 我就是要把这个地赐给你 这是我单向的 one way的 无条件的 unconditional的一个蒙约 这是上帝立的约 其实这一直以来 都是我们在整体圣经当中 所看见的 人能够跟上帝立什么约呢 我们能够跟他讨价还价吗 我们能跟他说 我给你什么东西 你在给我什么东西吗 我们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给 我们没有任何的条件 可以去谈一个合约 但是上帝主动地 赐福主动地立下这个约定 为什么 因为这个救恩的代价太高了 The cost for salvation is too great 只有上帝自己呢 才能够付得起 所以他经过了这个蒙约的立约 可是亚伯拉罕没有走过 请问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 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你听说的 有没有 给我讲一下 基督教跟其他宗教 最大的不同点在哪里呢 一个是有耶稣 一个没有耶稣 谁说了 其他宗教也有讲耶稣 一个有爱 其他没有爱 他们也不错 我告诉你 不要以为基督教才是好人 我告诉你 信耶稣的反而是坏人 你不要以为信耶稣的是好人 信耶稣的人 都是承认自己是坏人 承认自己是罪人的 才会来信耶稣的 你不承认你是罪人 你是不会来信耶稣的 Amen Amen 这教会里面一堆坏人 但是呢 我们救神改变我们 带领我们 基督教跟其他的宗教 什么样的东西 是最大的不一样呢 恩典是一个最大的不一样 其他所有宗教都告诉你 你要得救吗 你要上天堂吗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吗 你做好一点哦 你做好一点了 你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 对吗 可是呢 只有基督教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不是靠我们的好行为得救的 我们不是靠我们任何的功德来得救的 是上帝主动的 无条件来找我们 祂来拯救我们 这个叫恩典 而在这个恩典之上呢 我们要活出这个恩典的方式 我不是用恩典来换取一个救恩 我们是在这个救恩里面呢 我们活出这样子的恩典来 所以咻 我们fast forward 从亚伯拉罕 大概是公元前两千年 fast forward到什么时候呢 fast forward到耶稣的时代 两千年的时候 这个两千年过后 耶稣的时代 耶稣有没有要求祂的门徒 跟祂一起钉十字架呢 在当时候是没有了 当然他们需要背起十字架 只是说 耶稣其实祂是自己走上去的 祂是自己立下了这个新约的 那在每一次吃主餐的时候 圣餐就是那个饼跟杯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会被提醒这件事情 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呢 他有说主耶稣他被出卖的那一夜 做什么事呢 耶稣就拿起饼来 住歇了就 啪 掰开 他说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打破的 为我们舍得 你们要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你们要吃这个饼 然后呢 他又拿起杯来 说什么呢 这杯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 你们每逢喝的时候 要如此行来纪念我 每次的圣餐是来纪念耶稣 还有什么呢 接下来保罗说 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 是宣告主的死 直到他来 诶 有一个新的东西在里面了 我们不只是纪念过去的一件事情 在每一次圣上的时候 我们也要被提醒跟记得什么呢 耶稣会再来 所以这个立约 这个新约 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个提醒 每次我想起耶稣掰开的身体 每次我们喝 这个代表了耶稣的血的时候 我们就要记得 他会再来 记得这个约定 走这个信心的道路 就好像当亚伯罗汉 回想起神怎么样跟他立约的时候 他继续地走 继续地走 那神所应许的 已经成就了没有 已经成就了 亚伯罗汉的后裔 像星星这么多 你们就是亚伯罗汉的后裔你知道吗 每一个信耶稣的人 成为亚伯罗汉属灵的后裔 你们就是星星了 我们唱 一山一山亮晶晶 就是你们和我们 就是我们 在这里 OK 这个应许成就了吗 成就了 那耶稣立约的时候 那个应许完全成就了吗 成就了 然后还没有完全 为什么呢 只等到 他来 他立下这个约 他说我会 再来 这一点请问对于我们来说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就是走在这个信心的旅程里面 你有面对困难吗 有 刚才玉花姐在我们当中讲这个见证 很轻松 很快乐 其实我了解了以后呢 我跟她谈了以后发现 哇 她信耶稣是不容易的 以前去教会是她先生反对的 等等的 这些的 这条路是不容易的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也许也面对各种各样的困难 我们希望新政府是少一点困难了 以前是蛮多困难 不管在教育界 商场等等上面 但是呢 只要你是跟随耶稣的人 你就会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 你就会面对生活当中的困难跟不容易 你会面对一些的苦难 而在你面对这个情况的时候 每一次来到主的面前 吃这饼 喝这杯 主啊 谢谢你 给我的救恩 还有呢 主啊 我仰望你 你会再来 让我继续靠着你的恩典 我走这个信心的旅程 就好像亚伯拉罕 每一次 面对困难等等的时候呢 他需要回到 这个神所为他立的约里面 然后继续走这个人生的道路 上帝立下无条件的蒙约 我们看到透过亚伯拉罕 还有呢 透过耶稣基督 其实在整个圣经里面呢 我们看到神的蒙约 是不断地一步一步地在推展 在进行着 这个图上次我们有讲过 最早是怎么样呢 是上帝借着跟挪亚的立约 对吗 彩虹之约 而彩虹之约请问 是无条件的还是有条件的 一样是 无条件的 神就是立约了 我就要制服保守这个大地 OK 神无条件的 他使到这个彩虹之约怎么样 使到整个大地是稳定的 使到这个大地可以继续让人生存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的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亚伯拉罕之约 越来越怎么样 越来越聚焦在某一个地方了 我们看到 好像这个约 越来越清楚了一点点 接着信心得着 原来旧约信约是一样的 多个信心得救的 所以它越来越聚焦了一点点 接下来呢 我们以后会讲的是摩西之约 又再靠近一点了 然后呢 大卫之约 大卫王的后代 记得上帝也跟大卫王 立了一个无条件的约定 你知道吗 神要大卫的王权永永远远 而这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才有的 那样 最后我们看见的是 耶稣的新约怎么样 落实 以致我们看到 神的整个计划完成了 我们看到 为什么会有彩虹之约 为什么会有亚伯拉罕之约 为什么会有这个 因为呢 上帝的计划里面 就是透过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来拯救世人 使到所有对耶稣基督有信心的 都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他建造他属灵的国度 虽然我们活在马来西亚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我们对于马来西亚有很多的盼望 希望多了很多吧 对不对 彼得 希望多很多 Yes 我们是希望联盟嘛 OK 我们要怎么样怎么样 等等之类的 但是我要说 真的这世代 是会怎么样的走向 我们都不知道 人心是罪恶的 人心是诡诈的 但是上帝要透过他的国度 来见证他 来走不一样的路 来继续这个信心的旅程 所以当我们记得 这一个神的 这个无条件的盟约的时候 让我们就继续的 彼此的鼓励 好吗 遇到困难 彼此的带导 走这个信心的道路 遇到挑战 可能是这个挑战 让你对于你的信仰 是要妥协 You have to compromise your faith 的一个挑战的时候呢 你要如何的 存着信心去面对 走过去 在等一下的 这个小组分享 我们会分享这个题目 所以让我们以敬拜 让我们以祷告 来到神的面前 谨记 祂给予我们的 这个应许 祂这个约定 让我们继续走 这个信心的旅程 坚持 不放弃 让我们来祷告 我们也请敬拜 赞美团的弟兄姐妹 来预备 帮助我们以诗歌 来回应祂 祂是我们伟大的主 祂是我们伟大的真神 让我们来信靠祂 也让我们将我们 所面对的挑战 困难交托在神面前 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 换句话说 它不叫着一个 舒舒服服的旅程 它是需要我们 付出信心去走的 让我们记得什么呢 不是靠自己 我有多强 不是看看我银行的存款 还有多少 没问题了 养老OK了 不是 而是怎么样 回想 耶稣说 这是我的饼 我的身体 为你舍 这是我立约的血 为你流的 你们要如此行 为了是纪念我 我们要纪念祂 只等到祂来 我们在一个 奇妙的旅程当中 愿上帝的爱 充满我们 以祂的约 给我们确信跟盼望 我们是得着福气的一群 福气已经临到了万主 万国 因为亚伯拉罕的子孙 因为耶稣基督